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入菩萨行论》 现在讲的 菩提心为生能生起的三品当中 第二品 也叫做忏悔品 忏悔品里面已经讲了 中书和论义当中先讲的中义 中义里面抉择菩提心和这样 行持菩提心讲两个问题 其中第一个问题讲完了 现在讲的是这样 行持菩提心当中也是分了 受戒的方法 护戒的方法 最后还净的方法 三种方法当中 第一个里面 第二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应该是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 受戒的仪轨 昨天我们前面讲了 所谓的菩提心 它的本体是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分类 然后又接着讲了 菩提心依靠什么样的对境 来自相续当中受持 然后又讲了 受戒的这种菩提家乐 它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样 讲了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 如果具足了对方的善持 同时又具足了自己 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法器 如果具足这些条件 那么我们通过一些仪轨来受持 什么是仪轨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世间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仪式 在搞仪式的时候 也有不同的仪轨 它有它的一种仪轨 我们佛教当中 也是这样的 许多仪轨 也有观想 也有念诵的 在这里 依靠仪轨来受持 还是非仪轨来受持 这个菩提戒 就讲了这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今天讲的是 受戒的仪轨 在《无诸菩萨的菩萨迪论》当中 没有提及到 所愿菩提心的仪轨 本来我们广大心派当中 无诸菩萨的宗派 所谓的菩萨戒方面 讲得非常清楚 但这里面并没有提到 愿菩提心依靠仪轨而受持 没有讲仪轨 法有尊者等也认为 愿菩提心并不管待仪轨 法有尊者 前一段时间也介绍过 我们学习《仙观众论》的时候 经常提到 印度非常著名的法有尊者 那么他的有关大乘论典当中 也没有提及到 所谓的愿菩提心 是依靠仪轨而得受的 也就是说他的观点 愿菩提心并不是依靠仪轨而得受 因为我们有时候 自己也可以想得出来 所谓的愿菩提心就是自己发愿的 自己心里面的一种决心 一种誓言 这种誓言不一定是依靠仪轨的 所以前面的无诸菩萨 法有尊者 他都认为所谓的愿菩提心 是大乘修行人 他自己在心里面 默默的一种发愿 所以他这里 并没有安理仪轨 而阿底下尊者以此地 造了愿心菩提心的仪轨 阿底下尊者的观点 有点不同 他以此地地造了 先造了愿菩提心的仪轨 然后又造了 心菩提心的仪轨 那么这种观点 跟我们前一派的 全知无垢光尊哉的观点 也比较相同的 大家也记得清楚 无垢光尊哉在《大乘书》里面 也讲了愿菩提心 和心菩提心的仪轨 这个跟我们这里的相同 当然它这里面 并没有分开 是一个仪轨 一个仪轨可以受持 此地或者同时能受持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因菩提心 本论 按照十论的观点来讲 是从殊胜菩提加罗的角度 同时受持愿菩提心的仪轨 那么我们《入菩萨行论》 根据印度论师所造的十论 也就是说《入菩萨行论》的大使物 这个观点来讲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依靠仪轨来使物 那么这个仪轨 同一个世间当中 也就是说 同一个世间当中 受持这种菩萨戒 那这个菩萨戒 是对于殊胜的菩提加罗 也就是说 殊胜的修行人的角度而讲的 如果根据不是特别的殊胜 没有智慧 没有悲心 那种人他不一定是 同时受这样的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因为首先 作为一般平凡的人来讲 首先是受愿菩提心 然后受心菩提心 是这样的一个次第 所以我们本论当中 为什么这么讲呢 按照十论的观点来解释 那应该是对于 特别殊胜的这种菩提加罗 就这种角度来解释的 应该这样解释的 然后那波瓦尊者 他这样说的 愿菩提心是发心 心菩提心是菩萨戒 我们有时候 有很多人这样认为 我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等不等于 我已经受了菩萨戒 可能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还有些人说 我已经受过菩萨戒 但我算不算 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有这样的疑问 但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按照那波瓦尊者的观点 我们心中某某地 发一个愿 这叫做发心 这个不一定叫做 受了菩萨戒 如果我心菩提心受持 那么这个 真正地受持了菩萨戒 所以我们有时候 菩萨戒等不等于发心呢 我们应该说是 菩萨戒受了肯定发了心 那么发了心 是不是已经受了菩萨戒 那也不一定的 我光是发了一个愿菩提心 这个菩萨戒不一定受 按照那波瓦尊者的观点 也是这样说的 并且认为此论宣说 此地或者同时 受愿行菩提心的 两种方式 而且认为我们《入菩萨行论》 已经次第地宣说了 受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的 这种接受方法 还有同时也受持的方法 因为那波瓦尊者 他认为《入菩萨行论》当中 可以说有两种人 如果根机比较差一点 先受愿菩提心 然后受心菩提心 如果根机好一点 同时受菩提心和愿菩提心 他的观点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回原尊者》等 因为《无主菩萨》在这里面 印度非常了不起的 这些高僧大德的观点 就讲得特别清楚 分析得相当好 《回原尊者》等认为 愿菩提心也是发心 而心菩提心 也是受菩萨界 这个跟前面那波瓦尊者的观点 应该是相同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心里面发愿 实际行动当中 任何事情都是没有做 光是一个发愿 那么这个当然又是有功德 但是真正心菩提心的菩萨界 相比较起来 还没有真实受菩萨界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自己光是 心里面发一个愿 我现在已经发了愿了 我现在已经在修行了 然后实际行动当中 对众生的事情一点都不做 一点都没有去想 没有去真实实际行动当中去做 或者说是口头上说了 光是用口中摊着 空口摊着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 那么算不算是 真正受了菩萨界的人呢 我们还认定为是不算的 为什么呢 有些人现在这样的 一直口里面说得特别漂亮 但是在实际行动当中 一点都不做 一点都不做的话 那恐怕这个还真正的行持菩提道 还是很远的 这样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每天早上要求大家修 当然如果每天早上不行 每天你应该在自己的这场生活当中 要看一看 你的时间是安排的什么样 在这里面连半个小时都 空不出时间的话 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修行大家不要忘 这个我们心里面一直发愿 当然你正在修的时候 你实际行动当中去做 可能是没有的 相当于我们发了愿菩提心一样 然后在实际行动当中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什么事都可以 我们早上发了这个愿 然后在白天所有的时间当中 看你接触什么样的众生 或者不一定要接触 真正为了众生做一点事情 有些人可能光是 心里一种发愿 说得很好 但实际上没有做的话 恐怕是不行的 我希望大家哪怕是 比如说我们为了大家全学《入菩萨行论》 在每天对别人宣传一下 你学《入菩萨行论》 对你的相续有帮助 对你的生活有帮助 这样说一点 那么这个事情成功不成功都不要紧 凡是你在实际行动当中 真正为众生做了事情 或者比如说我们现在《入菩萨行论》 通过各种方式 来给大家推广 学习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些分了一些小组 有些小组的人把有些资料 有些维Cd传播给别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 可能会形成自己的 一些工作事业 但这就是为众生做事情的 所谓的救度众生 不一定所有的众生 马上从轮回苦海当中度化出来 这个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 应该是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不仅仅是心里面想 在每天你的生活过程当中 看看你所做的事情 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 为众生的话 哪怕是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 别人知道也可以 别人不知道也可以 所以这叫做真正的实际行动 并不是光是智商谈病 在你的行动当中 真的有一些受益 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的 真正有些实质的意义 我也是这次希望 大家《入菩萨行论》学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第一句话也是这样的 希望三十三种 不要中间就要折了 中间就已经断了传承 这个是更不希望的 同时也希望 他在光是一个报名 我昨天看到有些名称 也有一点怀疑 一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人 但是这些人到底是真的学 还是假的学也不太清楚 我这次希望 不是假的 假的一些虚报 没有必要的 虚的一些成分 我觉得是 我也这里费很多的力量 对你们来讲也没有什么意义 真正愿意学习的这些人 希望大家还是大家都应该帮助他们 然后你们自己 真正对自己负责任的这些人 你还是要报 而且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当中 希望大家应该认真地完成 自己在这一学期当中 所学的内容 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 如果没有这样 我看每一个学习 没有一种压力 不可能有动力 没有动力的话 不可能有这种效果 尤其是有些具个别的人以外 最好是大家 在所安排的时间当中 大家一起要集中 没有集中的话 个人的这种学习 当然是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有些政府官员 特别不方便的 或者是有些人 自己性格是给谁都合不拢的 这种特别固批的人 那这种人的话 我们也是无济语 没办法 除了这个以外 最好是跟大家佛教徒 在一个场合当中一起交谈 这样以后我们才有成效 大家也知道 不管是我们佛学的知识 还是在世间的知识 一般来讲 这种知识 或者教育的成长 应该是在一些团体和人群当中 才能有一些进步 所以为什么是世间当中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这种 世间的学习 全部是依靠一些学校来培养人的 原因也在这里 当然有些人可能也顾虑得比较多 我看到现在 我们这里学习的人员 也有一些寺院里面的人 可能也比较多 我看了一些名单的确也很好 这样你们很多寺院里面的人 如果一点闻思都是没有 整天都是享用三宝的财产 也不太很好 应该在自己需要这样的学习 还有寺院里面的 一些佛学院的道友 同时也有一些大学的老师 学生 这些都是有的 社会各项岗位上的一些人 也在参加 那么这样 你们有些人可能是 担忧得比较多 是不是我们的上师发现了 或者是我们下面的人发现了 或者是政府部门发现了 好多人始终不敢露出来 一直藏在里面 有时刻我是这样想的 不管是从世间的角度 还是从初世间的角度来讲 我们学大乘佛法是个好事 不应该那么多多长长的 也并不是教你贪污 吃人们的血汗 也并不是教你 天天都是打麻将 干坏事 这样可能单位发现了 或者是别人发现了 就觉得你的行为不如法 会惩罚你的 会讥笑你的 但我想我们现在这里应该 我认识的很多很多的 这些政府官员 从地位上 不管是从智慧上 非常不错的人 还是开明见善的 或者说是名正言顺的去学习 学习佛法 大乘佛法应该说 是对当前来讲 就是对整个 我们对社会也好 对家庭也好 对个人也好 应该起不可思议的作用 因为我们学的都是 慈悲心 爱心 智慧 从这些理念的角度来讲 应该如今社会上 就是各个国家所提倡的 所提倡的什么和谐社会 或者是国泰民 或者说世界和平等等 这些理念应该说 以佛教的观念相结合 才能真正展现出 它甚深的遗憾 所以我想 我们有些人好像有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 或者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思想 始终是不能开放 一直认为自己偷偷摸摸地 学一点东西才有价值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现在世界各国 应该说 从文化上也好 或者是互相交流 各方面有一种开放性的突破 所以大家在学习大乘佛法上面 我觉得 不管是一个善知识也好 出家人 在家人 大家都应该是想得通 刚开始也许有些人 不适应你的言行举止 但实际上逐渐会理解的 因为我们在学习 《入菩萨行论》的过程当中 应该极不冲突 任何世间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 一点也是不会冲突的 又不违反对我们的家庭生活 或者社会理念 什么都不会相违的 只要你这个人变成越来越好 越来越完美 那这样一种佛教的理念精神 我们如果没有去学习 或者是有些人特意去克制 我觉得这些人可能精神有问题 所以说大家应该 有些时候好像 我们世间上的人 就没有任何意义上 想的也是很多的 做的也是很多的 有时候看起来 真的众生的有些事情 看起来是特别的可怜 本来都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自己一方面担心 最后自己也是老得特别痛苦的 前一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有一家人两口子 后来他懒得 他就想了一想 后来他想我搞生意 如果赚了五百多万的话 看这个钱怎么用啊 然后他心里面一直盘算 后来他给他的家属说了 我万一赚了五百多万 我应该首先要办一个公事 准备找一个很好的秘书 还有给我的父母怎么怎么分 他就开始给他讲 讲的时候妻子他说 如果你真的赚了五百万 那么我家里也毕竟是人 所以我给他们也要分一部分 然后他们在财产的纠纷上 后来就开始吵架 吵架以后 这个关系始终是解决不了 去解决不了的时候 他们脑离魂 一直说如果你这样 对我不负责任 这样那样说了很多 后来他们搞到法院以后 法官就告诉他们 你们到底这个钱五百万 已经赚了没有 有没有 他们说还没有 那既然没有的话 以后真正有了这样的财产的时候 我们再说 后来他们也觉得 这个事情是有点荒唐可笑 然后返回去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 做的有些事情 自己在自己的心里面打疙瘩 本来不可能出现的 有些很多很多的担忧 最后老的自己也是身心不安 特别痛苦 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 因此我希望学习 《入菩萨经论》的这些大乘行者们 一方面你每天能不能 对众生负责任 哪怕是做一点点事情 也是可以的 看你一天当中 早上你修菩提心 然后修了半个小时 然后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 除了你自己的事情以外 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 从小到现在 都是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基本上每天二十四小时 都是为自己的家人 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那么我们现在 发了菩提心以后能不能 所有的时间用给众生 除了一些高僧大德 和真的具有利他心的人以外 可能有点困难的 但是我想我们每天 能不能对众生做一点事情 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实际行动当中能不能做 这就是所谓的心菩提心 所以我们这里各位论师 也在讲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 实际上我们的心和行为 两个方面的一种差别 那么他这里也就是说 尽管众所纷纭 但是在此 只是稍稍加以分析 其实愿菩提心 不是依靠仪轨而生起 而且不成为菩萨戒 这种情况的的确确是有的 他这里说 愿菩提心既不是生仪轨而产生的 也不成为菩萨戒的 这种现象有没有呢 的的确确是有的 就像我们心里面 想我要去拉萨的话 实际上心动一点 都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什么这个仪轨都是没有的 在那种情况有没有 那这个算不算 这个发心呢 可以算的 就像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就这样站的 诡异都不用 心里面发菩提心 什么想诡异就可以了 这些意识 多余的事情没有必要 让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 发菩提心不用搞什么仪轨 这些都是不用的 我只要心里善良就可以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错误 为什么呢 虽然你心里面 这种情况又是有 但是完不完整呢 不完整 你算不算真正的大乘佛教徒呢 还是不算的 那么什么时候才算呢 真正是你搞了这个仪式 搞了什么 我以前搞了这种仪式以后 才能算真正的大乘佛教徒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人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 你们佛教的什么仪轨啊 这些仪式的话 我就不太承认 但是我承认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也承认 皈依善报 但是我这种仪轨 从来都不愿意实行 我后来跟他开玩笑说 那你一生当中 你成家的时候 你结婚的仪式没有必要 你心里对对方 有一种欢喜心就可以 我说 如果你感情破裂的时候 你到时候搞 离婚的数据也没有用了 因为你对所有的这些仪式 不太重视 后来他想一想 也没有给我真实的回答 实际上的确也是有这种情况 有些人觉得我们佛教里面的 有些仪轨是多余的事情 如果多余的事情 那么我们世间上 也是有很多很多多余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公司要开业 开业的时候 他有一种意识 今天一个寺院就开始修建的时候 也有一些点击的意识 实际上这些点击 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空性的 这个多余的事情没有什么 但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你这个公司 没有开业之前 可能是没有 不管是心里也好 它的作用是没有的 当它开业以后 真是有一种珍贵的持续 珍贵的一种运转 同样的道理 任何佛教的仪轨 大家也不能看成 这是没有意义的 只要我心里一个善良就可以啊 那这样我刚才给他的回答 从各个方面来想 可能会有一点点 需要分析的地方 然而 依靠仪轨而生起 也是却不香味 那么这个愿菩提心 依靠仪轨而生起 一点也是不会香味的 如果依靠仪轨 在证得菩提之前 证得菩提过 获得佛过之前 具足断除一切所断的心 我乃至获得佛过之前 我再也不害众生 我一定要帮助众生 有这样的心 也就是说成了菩萨戒 刚才那个愿菩提心 没有仪轨的这种菩提心也存在 但是依靠仪轨而产生的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愿菩提心呢 也是有的 所以在本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获得恶之心 所谓戒度缘 那么什么时候你的相续当中 获得了断除一切恶业的这种心呢 那个时候在你的相续当中 持戒波罗蜜多 戒波罗蜜多已经获得了 因为戒的本体 实际上是心里的一种 断除的一种 但是这个有些是有仪轨的 有些是没有仪轨的 依靠仪轨而产生 那么你真是已经 就像我们有些人 在读学校的时候 你那个报名 报名以后 老师和学校全部已经认可了 你已经殊留在这个学校当中 从此以后 你就成了这个学校的人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依靠仪轨当中 真的发了菩提心 从此以后 你就属于大乘中心的人了 那你所有的仪轨 这些是多余的事情 那么我们去学校的时候 就是报名 办各种各样的手续 也是多余的事情 没有用的 你只要心里面 我要好好读书就可以了 但能不能成功啊 不能成功 所以我们有些人 正知对佛教是一无所知 说起来的话 听起来也是特别可笑 特别可笑 这里也是这样的 当然 心菩提心 绝对是属于菩萨界所示 不管是次第 还是同时所示的 愿心菩提心 都尚未不可的 如果同时 受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这个也是可以 作为利根者来讲是可以的 作为顿根者来讲 次第的先受愿菩提心 然后受心菩提心 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因为这两种观点 因为在经论当中 有这两种俗解的方法 都会出现过 并且不存在异力妨害 什么叫做异力妨害呢 如果我们这样承认 从道理上不会有任何危害的 这是我们佛教当中的 一种俗语 大家也应该记住 什么时候学中观 学英明的时候 有没有异力妨害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理论上是根本说不过去 这种叫做是有异力妨害的 比如说 我们说 火不是热心的话 那么不管是限量 必量 从哪方面来讲 有异力的损害 有利症的妨害 我们如果承认火是 在名言当中热心 那这个异力妨害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名词 大家应该记住 本来受解的方法 有许多不同之处 但是在这里按照本论所讲的 假心 真心 后心来说的 当然受菩萨戒的方式 按照龙猛菩萨的受解方式 无珠菩萨的受解方式 阿底峡尊者的受解方式 等等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方式 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 汉传佛教里面也是有 但是我们按照 《入菩萨行论》的受解方式 也就是说 首先在加心的时候 学七指供 净除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积累资粮 然后在真心的时候 依靠仪轨来真实受持 最后在后心的时候 就修自他欢喜心 以这种方式来圆满的意思 这个是受解的方式 大家应该记住 因为这一段 我们讲的内容都是不是很多 但是非常关键 我们对菩萨行得从头到尾 全部要全面地了解 应该这两堂课吧 讲的内容还是相当关键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已经讲完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 既然我们相续当中 菩萨戒已经收到了 如果菩萨戒已经收到了以后 就像我们昨天比喻的空调 通过各种方式来已经买到 自己拿到家里了 已经挂上了 那么我以后怎么样保护 如果你没有保护过两天就坏了 坏了以后 我花了很多钱 买了以后很可惜的 就很可惜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自相续当中 有了菩萨戒 有了菩萨戒的时候 怎么样保护 怎么样守护戒律 讲这个问题 那么护戒的方式是 断除菩萨的一切所断 修学一切学除 对于所断 那么护戒的方式应该 该学的就一起要学 该断的 一切要断 这个就是我们护戒的方式 因为你受了戒以后 比如说我们 在小乘别戒脱戒当中 你受了比丘戒 比丘利戒 或者是优婆舍戒律以后 你的相续当中应该有 俱舍五条戒律 或者比丘戒有戒条 这个戒条你必须先要搞清楚 搞清楚以后你要一一地保护 没有这个保护的话 那么虽然你受了戒 很快的时间当中是坏坏的 所以必须要依靠 正知正念来护持 要修学一切学除 他这里学除的话 就是我们菩萨戒有多少条啊 那么它的戒条 有时候可以叫学除 比如说别解脱戒的时候 戒律叫做律义 然后菩萨戒的时候 戒律叫做学除 到了密乘戒的时候 戒律叫做誓言 虽然体法是不相同的 但实际上都是一个意义 全部都是戒律的意思 菩萨的戒律 小乘的戒律 密乘的戒律 只不过是有不同的体法而已 实际上都是一个戒律的名词 所以有些转有名词 大家还是应该记住 这里对于所断法卖 该断除的戒律有这么多 菩萨地论当中已经宣说了 四种他生罪 四十五种恶作罪 其实四十六种 但是战文当中也是这样写的 这样可能是个错被子 还是怎么样 到时候再看吧 那么按照无诸论师 他的观点来讲 所有的菩萨戒可以包括 在四种他生罪当中 如果我们犯了这四种他生罪 实际上已经犯了菩萨戒 这是达成无诸菩萨的观点 那么在菩萨地论当中也是讲了 比如说第一条 以贪心来自斩毁他 或者是为了贪的利养 自己赞叹 毁谤别人 这个是第一条 很容易犯的 平时我们经常对自己的施主 对自己的财产贪着 然后说 哎 这个上师不好 这个道友不好 实际上别人 没有那么大的过失 但是你一直妄加诽谤 第一条 以贪心来自斩毁他 然后第二条 以吝啬心 不作法布施和财布施 因为自己特别的吝啬 然后你遇到了一些乞丐 可怜的众生的时候 一点都舍不得布施 或者是你遇到了 真正一些法器的时候 有关显宗密宗的这些法要 不给传给他们 不作法布施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 以嗔恨心来损害别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别人对你忏悔 别人向你忏悔的时候 你一点都是不愿意接受 这也是第三条 这也是很容易的 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街上 看见一些乞丐的时候要钱 这个时候你明明 你自己的身上是有的 但是你没有给的话 实际上犯了菩萨戒的 尤其是我们有些道友 在街上的时候 第一个乞丐看见的时候 给他一毛钱 然后第二个来的时候 给他五文钱 然后第三个乞丐来的时候 就开始不高兴了 然后好几个乞丐来的时候 就特别不高兴 出出出 去去去去去去 所以这个时候 实际上真的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也就是说 受持菩萨戒的人来讲 应该相应地给一点 如果没有给的话 还是犯菩萨戒的 有时候也很容易犯 还有我们 比如说有些人真的是发气 他对佛法特别兴起 但是你面前 你可不可以给我 传一点简单的法药 那个时候明明知道 他是堪为发气的 但是你没有给他传说 我不空 我不空 我不想讲 我不想讲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也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所以这些戒律很容易犯的 我们说刚才第三条 以嗔恨心来开始毁坏别人 别人觉得不太对 像你面前忏悔的时候 你就好几天当中 或者经常不接受别人的忏悔 我不管你怎么 根本不接受别人的忏悔 那个时候也犯了菩萨戒 还有一切愚昧无知的心 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已经舍弃了 让自己创立一些虚伪的法 不是真正的佛法 让自己我现在开的七公式 如何如何对众生有利 这样明明的这些教法和正法 全部放弃 然后建立一些虚假的这种法 这个也是犯了菩萨戒的 所以这四条 我们以前学过 《三戒论》当中讲得比较清楚 希望你们应该按照光星派的观点 就是应该最起码也是 这四条戒律应该能不能受持 如果犯了的话 这个菩萨戒跟其他的戒律是有点不相同的 他可以重新受持 但是这个跟龙猛菩萨的观点有点不相同 比如说按照无数菩萨的观点 你犯了菩萨戒以后 犯了根本戒以后 可以重新受 三次可以 三次以后不能受 就像我们有些 别戒多戒里面的戒律一样 按照龙猛菩萨的观点 你犯了菩萨的根本多罪以后 可以再次地受持 所以这个罪叫做他生罪 我们平时叫做根本罪 比如说在小乘戒当中 比丘有四根本罪 四他生罪 比丘里有八个他生罪 所以所谓的他生罪 在《别戒脱经》当中 佛陀告诉主比丘 无论是犯了这四种罪当中的 任何一种罪 最后自始至终这个比丘 在罪业的诸下 已经彻底失败了 所以就称之为 叫做他生罪 因此这个比丘 不能与僧众共住 也不能享受僧众的财产 必须病除 有这样 所谓他生罪 意思就是说 受戒的人跟罪业两个 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最后受戒的人 在罪业面前彻底失败了 所以罪业已经战胜了 就叫做他生罪 他生罪 这是我们以前 一般学戒律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过 应该是清楚的 什么叫做他生罪呢 在菩萨的四种他生罪 这是无助菩萨的观点而讲的 那么还有四十六种罪 四十六种罪我在这里不广说 希望你们还是要看一下 或者是《善戒论》当中 也是有四十六种恶作罪 或者是 赞扎国门所造的《菩萨二十诵》 《菩萨二十诵》里面 也讲得比较清楚 所以说这四十五种 或者四十六种恶作罪 恶作罪也是戒律上面的 一种俗语 什么叫做恶作呢 它没有犯根本戒 但是也做了一些犯规 也犯了一些小小的罪业 这种叫做恶作罪 在你的心的相续当中 已经种下了恶业的 这种习气和种子 所以叫做恶作罪 这也是一种专用名词 那么下面就是讲 《虚空藏经》当中 这是刚才前面讲的 五诸菩萨的观点 下面讲的是龙猛菩萨的观点 龙猛菩萨的观点 在佛经当中的处置是《虚空藏经》 《虚空藏经》当中所说的十四戒 在《极学论》归纳为 《虚空藏经》里面有一种十四条戒律 然后《极天菩萨学集论》里面 归纳为有一种偈颂 在《学集论》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结诵 就是归纳为 偈颂的方式来这样讲的 下面这个偈颂当中 应该是我们以前学过的 国王容易犯的五种顶罪 大乘容易犯的五种顶罪 平凡人容易犯的八种罪 总共十八种吧 讲了这个 首先是讲的 国王容易犯的五条戒律 就是堕堕三宝 道堕三宝财 虚为他生罪 这是第一条 也就是说 强夺 或者强迫夺取三宝的财物 三宝的财物 这是第一条 也就是说 犯了菩萨戒的 如果我们通过不同途径 开始盗用三宝的财产 同时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把三宝的佛像 佛经 这些作为卖昧品 然后从中获得的 赚得的钱 自己亲自享用 不做什么弘法利生的事业 那么这种也实际上 有一定的过失 这个也叫做 属于是堕三宝的财产 这是第一个 第二条 舍弃微妙法 佛说第二条 那么第二条就是说 舍法罪 舍法罪 意思就是说 佛陀所宣说的佛法 如果我们认为 这是不合理的 然后把它完全地舍弃了 不管是大乘佛法也好 小乘佛法也好 你认为这不是佛法 把它放弃的话 那这也是第二条犯戒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一定要注意 舍法罪 实际上你舍大乘的法 也是有舍法罪 舍小乘的法 也有舍法罪 现在有些法师和有些居士 因为自己信仰的一个宗教 信仰的一个佛教 然后自己没有信仰过的这些 开口心后开始诽谤 说密宗是不是真正的佛法 实际上你密宗根本没有学 没有学的话 你怎么知道真正不是佛法 所以这些人是非常愚痴 还有些人自己是属于大乘佛教 那南传佛教不是很好的佛教 他不是纯粹的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等等以这种语气来 开始毁谤佛法 这也是非常大的错误 你已经犯了菩萨戒律 但是自己根本不知道 非常可怜啊 有时候真的人 先必须要懂得戒条 没有懂得戒条的话 那你虽然受了菩萨戒 就根本不知道犯了什么 这是第二条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这些 因为这里面的有些戒条 很容易犯的 有些戒条 我们现在来讲是不容易犯的 有这么一些 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是这样的 对于破戒的比丘也好 或者是没有破戒的比丘 作为以故意或者无意的方式 开始殴打他 璀璨他 损害他 甚至抢夺一些 他的善意夹杀 有些就关在监狱当中 或者是让他还手 或者是盼他死心 这样做的话 那么做这样事情的人 已经犯了菩萨戒 如果他受过菩萨戒 他已经犯了菩萨戒 我想这一条 对我们来讲 可能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都不容易犯了 以前文革期间的时候 经常有这种发生 就是以前受过菩萨戒的人 最后就变成一些领导 在这个时候他就故意地 把所有的出家人关在监狱当中 或者让他们还手 抢夺他们的袈裟等等 有这种情况 但是对现在的时代来讲 真的让出家人这样做 恐怕也不会有的 但一般来讲 比如说有些居士 有些居士已经受了菩萨戒 但是你通过各种各样的 一些构造方式 来让出家人还手 自己也已经犯了菩萨戒 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因为现在很多汉传佛教当中 有时候对出家人的恭敬 也不太如法的 有些不如法的过程当中 双方都是以凡夫的一些习气成熟以后 最后也出现很多 不太愉快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他的一些 不如法的行为 让出家人还手 这种情况如果有 那么自己已经犯了菩萨戒 非常可怕 然后别人犯了别解脱戒 永远也是在受苦的 然后自己也明明犯了菩萨戒 但是自己还认为 就是不知道 又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如何 所以有些人 他自己可能认为是真正的一种修法 啊 这是密宗的一种方便方法 这是上师的一种 不可思议的方便方法来救度 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很多都是自己的分别念 自己的贪心增长以后 就开始犯了戒 但犯戒以后 自己也是不知道 最后自己后悔的时候 可能也就没有办法的 以前失去有一个 从我们舍大这里去的出家人 一个出家人 他说 他经常做梦 做梦 莲花生大师给他收集 而且有时候 他到了莲花生大师的刹土 而且给他说 你对附近的某某某女人 如果结为空性母 那你将来往生清净刹土等等 给他经常在做梦的时候 有这种收集 这样收集以后 后来他就觉得 正因为是这样的 已经还俗了 还俗完了以后 这样的梦想从此以后都是没有的 后来在失去我爸佛佛 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开一个法会 开法会的时候 当时我爸佛佛和他们 就是在搞仪式的时候 陪出家人的袈裟 陪出家人的袈裟 那个人 获悉的那个人 他就穿一个在家人的这种铺路 非常破烂的一个 然后他一直哭着 后来我爸佛佛问他 为什么 他说 真的我修行当中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违缘 以前我一直认为 这个梦是真的 后来我还俗以后 从此以后再一点梦想也是没有的 然后他看见这些出家人 庄严的威仪的时候 一直哭着 确实有这种现象 以前我们很多的上师们 也讲过这种故事 好多人自己认为 自己好像修什么密法 修什么双云 修什么什么 然后认为这是一种修法 实际上根本不是 甚至有些好像在梦见也好 或者白天的一些景象当中 魔王已经显显在你的面前 莲花生大事 或者以其他的形象来给你收集 你如果这样这样做 对你的修行有帮助 结果你真的破完戒 真的你已经 舍弃了这种戒条以后 从此以后什么成就都是没有的 那个时候全部都已经 今生来世都已经完了 所以就非常希望大家如果以 世间的一些感情来沟通 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凡夫人来说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是你真正是以佛法和世间的这些 各种杂念和分别念 不要混淆 如果混淆的话 自己认为这是修法 但实际上根本不接近佛法 自己以自己来 怎么说啊 自己的分别念蒙蔽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而已 因此这种现象 我看在菩萨戒受持的过程当中 也大家应该不得不注意 然后在这里讲的是第三条 第三条就是坏出家人 然后第四条 造五无间罪 这个是第四条 造五无间罪 杀父亲 杀母亲 杀阿罗汉 还有破火火身 然后除佛身血 这五条 叫做五无间罪 当然这个来讲 大多数的可能对我们来说 不容易犯 因为亲自杀父亲 像以前的未生愿望那样 杀父亲也不一定有的 还有以前的德学那样 能乐吧 他那样杀母亲也是没有的 以前古代在佛经当中 有这些公案的 比如说《未生愿望杀父亲》的故事 在亲友书当中也是有 还有能乐杀母亲的公案 《毗奈耶经》当中是这样讲的 那个人他喜欢一个女人 他特别喜欢 但是他的母亲 一直不愿意跟他去 母亲一直再三地说 叫他不能到那里去 但是他一直不听 后来母亲每天晚上睡在他的门口上 不让他出去 有一次他就特别地生气 把母亲用宝剑拿出来 把母亲杀了 母亲杀完了以后 他就跑到那个女人那里去了 女人那里去了以后 他就心里面想 我今天为了他而杀了我自己的母亲 应该说他非常的高兴 后来 因为他当时也刚刚杀了自己的母亲 心正在跳动 他特别地紧张 然后那个女的说 你为什么今天心跳得那么快 你那么紧张 为什么 他后来就告诉他 我就是为了你 我杀了自己的母亲 他想是他肯定会高兴的 没有想到他特别地害怕 他心里面这样想 哎 这个人特别坏 你连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杀的话 对我来讲 肯定是不客气的 他说 那你这样的话 你非常了不起 非常不说 你稍微等一下 我稍微出去一下 然后他就跑到屋顶上 大声地喊 救命啊 这里来坏人啊 那个是《毗奈耶经》里面 有这个公案的 然后那个人他就特别害怕 马上就跑回去了 马上就跑回去 到母亲的尸体那儿 到母亲的尸体 他把宝剑放在那里 他自己也是 跑到屋顶上去救命啊 把我的母亲杀了 他也在那边候 后来可能不知道 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 变成怎么样 可能佛经当中 也讲得不是很清楚的 像这种情况那样 杀母亲的也有 还有杀阿罗汉的 还有比如说破合合身 现在真正的破合合身 只有佛陀在世的时候 会出现的 现在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比如说两个僧团不团结 有些人在这个上师那里 说一些这样那样的话 那个上师那里说一些 然后僧人与僧人之间 搞一些是非 然后关系破裂 这种情况尤其是有些居士 经常讲一些是是非非的 就很多很多的 一些流言蜚语讲的 然后就把很多的出家人 很多的僧团弄得不团结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 属于造无无间罪 就是基本上属于造无无间罪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所有的僧团 对所有的 不管你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所有的出家人 应该说是释迦牟尼佛的最顺者 没有必要互相不团结 这也不合一的 然后出佛生学 现在佛陀已经不在人间 真实的这种罪业 不会发生的 但是如果你对佛经 你对佛像不尊重 然后烧毁 以嗔恨心来毁毁 那这样也属于是 造无无间罪的 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 也接近犯无无间罪 这方面也值得注意 这是讲什么 第四条 第五条就是讲赐子诸邪见 自己心里面 本来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前世后世都存在 在名言当中来讲 但这些都不存在 你这样认为 这叫做赐邪见 这就是讲国王 因为国王的实力比较大 经常 刚才惩罚出家人等等 这些事情是容易犯的 所以叫做 国王的无中定罪 然后逼之前四条 佛家灰尘等 佛说根本罪 这是讲大乘的无中定罪 刚才前面的这四条上面 后面的邪见取出来 然后前面的这四条上面 加上一个坏坏城镇 城市 都市 坏坏这样的城市 因为作为大乘 在国王的取舍和命令下 经常到一些城市里面搞破坏 所以如果犯了这一条戒律 那么也是犯了菩萨戒 所以这上面的五条 叫做大乘容易犯的戒律 叫做大乘无定罪 然后下面讲 平凡人所犯的八条戒律 欲为修心中宣说空性法 这是第一条 心还没有成熟的 不定中心的这些人面前 就讲空性 还这个皈依法都不懂的 那么我给你要不要讲一个重论啊 重感根本悔论 我以前学的特别话 要不要我给你讲一个最深深的大圆满 最深深的空性法 我要不要给你灌个顶啊 有时候对方一点都没有成熟的人面前 灌顶也会不会犯菩萨戒 我有时候这样想的 因为对方什么叫做密宗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皈依法性都不懂 然后一来都是拿一个宝瓶 要不要我给你灌顶啊 那这样会不会犯这条戒 这个是当然别的经论当中没有出现 但是你们自己也要慢慢想一想 宁诸佛教徒 退失菩萨 退失愿菩提 这是第一条 意思就是说 让其他的佛教徒 他们已经趋入了大乘菩提 大乘菩提的时候 你就给他这样讲 你这样学菩萨大乘 没有什么用的 你一定要学我们的小乘才好 大乘的佛教是非常困难的 在多生累劫当中要布施 要刺激 多麻烦啊 你还是要学我们的小乘啊 你不要学藏传佛教啊 你还是要念我的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你不要学那些啊 什么都不要学 只要念一个阿弥陀佛就可以啊 那这样的话 众生的根机是千差万别的 如果只是念一句 什么都解决的话 佛陀也是没有必要赚八万四千的法 我们也不敢说 你所有的人要学密法 不能这样说啊 有些是学大乘的 有些学小乘的 有些是学各种法门的人 所以一口咬定 说你不要学这个 一定要学我的 这种说法也是非常的危险 会不会犯菩萨戒 自己需要值得考虑 然后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就是说 今世别解脱 修行大乘法 然后有些人本来在小乘当中 戒律吃得很好的 然后你对小乘根机的人面前 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 当然有这些特殊的必要 而且他自己 并不是小乘根机的 也可以转化到大乘根机的 这样的人面前 你如果说了大乘的功德 然后让他逐渐逐渐 取入大乘佛法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是别人 明明是小乘根机的人 他对大乘的佛法是不能接受 非要要求 让小乘的这些戒律 小乘的这些坚修行过 全部舍弃 一定要你取入大乘 这样别人最后把小乘的法全部舍了 然后取入大乘的话 这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也不要特别的强迫 你一定要学入菩萨行呢 你以前的这些法不好 一定要学入菩萨行 别人的根机本来都是还没有承受 你非要强迫的 让他引进来的话 有没有作用 也不好说 这我们什么样的佛法呢 应该有一种自由的空间 实在不愿意学的话 也没有什么强迫的 但是我们再三地劝他 讲一些这方面的功德 让他原来的宗派和原来的戒律 也没有必要舍弃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就是说 有些人持小乘的戒律 和持小乘的见解 那么这个人面前 我们就开始说 你不要学小乘 因为小乘的戒律 或者小乘的法 不能断除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你一定要趋入大乘 一定要受持这样 然后自己也是 把小乘的法全部舍弃 自己受持大乘的法 让别人也要舍弃小乘的法 那么这样的话 也是犯了这样的菩萨戒 第四条是这样的 自己本来没有任何功德 我是如何如何了不起 我已经掌握了 我已经证悟的 可能没有这么说 我的功德如何如何 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功德 就在别人面前 开始大使宣扬的 然后以嫉妒心 为了获得一些利养 以嫉妒心来诋毁别人 说别人的过失 现在我们有些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当中 实际上别人有过失也好 没有过失也好 特别喜欢讲 特别喜欢讲 这是一定要注意 造口业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到一些居士团体当中 到了那里的时候 听得是非非是相当多的 这个上师什么不好 这个居士不好 除了自己以外 全部都是坏人的 有些人的说话都是这样的 那么会不会犯菩萨戒呢 肯定会犯的 你这样的语言当中 应该是自斩毁塔的成分 是相当多的 所以说 在说话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 这就是所谓的第五条 那么第六条 为我深谙人 言说颠倒语 意思就是说 自己本来都是明明知道 没有大持大悟 但是自己大缘不禅地说 我已经开悟了 我已经证悟了 我通达了什么什么 甚深的发心 我获得了加行道和一地菩萨 八地菩萨的安人道等等 这样来大致宣扬 而说妄语 就是说大妄语 说颠倒语 这就是第六条 那么第七条 意思就是说 通过惩罚的方式来折扯萨门 对出家人进行 或者通过离间语 让有权势的人 要求对萨门进行惩罚 然后这些萨门 后来用一些三宝的财物进行贿赂 进行贿赂的时候 进行行贿赂的时候 或者是搞离间证 或者是有权势者 这三种人 如果是受菩萨戒的人 那么都犯了菩萨戒 比如说 有一个人是有权势的人 他通过其他人 以离间语来告状 告状以后 他用他的手段来进行惩罚 进行惩罚的话 如果这三者 都是受过菩萨戒的人 那么三者都是回菩萨戒 这是第七条吧 应该是第七条了 然后第八条 临时其极致 修行者受用 适于闻思者 也就是说 让一些住在寂静地方的人 不要让他住在这里 你不要待在这个学院当中 你不能待在寺院里面 你要离开到城市里面去 没有什么特殊必要 让他离开也是不合理的 还有一些闻思者的财物 供给修行者 修行者的财物 供给独颂者或者闻思者 这样也是容易犯菩萨戒 此等根本罪 众生大欲饮 这些八种平凡人的根本罪业 按照这七种所说的 国王与大乘共有十种顶罪 初学者或者平凡者 有八种顶罪 这样的话十八种戒条 然后再加上 舍弃愿菩提心 总共有十九种菩萨堕罪 如果舍弃愿菩提心 总共有十九种屠杀罪 还有我们《宝极经》里面讲了 舍弃行菩提心 加上舍弃行菩提心 总共有二十种菩萨罪 实际上舍弃行菩提心 那么在《虚空藏经》 当中也这样讲的 《粤藏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也属于是堕罪 舍弃行菩提心是一种堕罪 所以我们这以上 所讲的这些道理 应该说是我们藏传佛教是 按照印度的约乘论 龙猛菩萨和无助菩萨 这两大教派的观点 所以我们学菩萨戒的时候 一定要通的 我们受了菩萨戒 到底你犯了没有 自己应该要对照 我们所有细微的这些菩萨戒 犯了没有要对照的话 相当困难的 但是按照龙猛菩萨所讲的 这是八条戒律 然后无助菩萨所讲的 这四条戒律你到底犯了没有 你受了菩萨戒以后 你一定要观察 如果没有观察 这方面有一定的困难 在汉传佛教的角度来讲 当然如今也有很多大德 传授菩萨戒的 这种现象也比较多 依靠《梵王经》来传授 这样的也比较多 但是实际上《梵王经》 也有这样的一种历史 最开始的时候 九摩洛师面前有八百个人 祈求让他传授菩萨戒 后来梵文的版本 当时没有拿来 因此九摩洛师 没办法给他们传 后来九摩洛师 依靠他的科书 科书来给他们传授菩萨戒 然后离了一些菩萨戒条 后来有一个叫做真谛意识 真谛意识本来都特别像 《梵王经》的那种大本 《梵王经》的大本 从印度带过来 后来他从印度带过来的时候 刚刚上南海的船 上南海的船的时候 船一直要撑下去 撑中都不对了 所有其他的东西 全部没有带 但是还是不行的 后来《梵王经》的法本 我没有带 一没有带的时候 那个船浮在水面了 然后就可以行动 那个时候 他就觉得特别的遗憾 他说 菩萨戒律 汉土无缘 身可悲业 他是这样讲的 所谓的菩萨戒律 在汉地的国土上面 没有因缘 非常非常的悲哀 甚深的悲哀 他后来提出了 这样一个悲哀词 而没有一道中途 也有这样的说法 今天讲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